感育十二首 其四 张九龄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 孤傲的红艳自海上而来 池塘和黄不敢眷顾 侧目见到了两只华丽的翠鸟 在华美的三株树上齐息 珍贵之墓的高处啊 难道不怕猎人的金蛋丸 修美的品德将担心他人的嫉妒与打压 高明之威会让神鬼都深感厌恶 今日的我在冥冥之中遨游 那也独自游异的人们将何处追求呢 再读一遍 感育十二首 其四 孤红海上来 池黄不敢顾 侧见双翠鸟 朝在三株树 脚脚针目颠 得无金玩具 每符换人指 高明逼神物 今我游冥冥 亦者何所目